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几年前他回到香港 他已经离居了台湾 应该是17年 我参加了歌迷会 因为我的老友Erik是副会长 他邀请我去歌迷会 他说你这么喜欢听时代曲 很多老歌声都是我们的会员 好像有夏丹姐 有静婷姐 有潘迪华 有郭潘秀琼 你来吧 本来我对这些场面很害怕 不是很喜欢热闹 听到就去吧 就很幸运地见到 静婷姐 Erik是他的契仔 介绍我认识静婷姐 我问上海话说了几句 他就很有风度 有海 不过我是很敏感的 我又闻到静婷姐 是不同一般的歌声 就是他有一种气质 他有些少傲气 通常聪明的人都会有些傲气 所以我和莫玉敏 就不聪明 所有没有傲气 就很欠序 通常聪明的人都会有些少沙尘 那些沙尘是好事来的 就是我是聪明的 我怕什么不承认呢 就是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格 不同一般那些 那些卖唱 你知道香港很多女歌星呢 其实就很卖唱 知道吗 就是他没有那种风法 我听一下Erik说 原来那些大歌星 有一种风法 他来到你那里 他很喜欢和歌迷 见面很亲自 但他不会随便拿起 麦克风唱歌给你听 知道吗 当然啦 此一级的歌星会这样做 有名气的歌星呢 尤其是上海的 他不会唱的 你不要叫他唱 他不会这样做 他有格的 那郑廷姐也很有格 潘秀琼也很有格 不是随便唱给你听 沈大哥 你的意思是否就是 郑廷姐没有那种江湖味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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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 其实我很怕那些 女歌星有江湖味 梅延芳就是江湖味 某某某某某場见过 真是老实说 她唱歌是好的 但那种作风 真的我不太欣赏 就是太江湖味 你明白吗 大家姐这样 就变成了不是那么好 这些呢 广东歌星通常会这样 上海的歌星不会这样 即使好像 姚莉姐姐 金虹 她在上海唱歌 她妈妈押她回来 她不会跟你认筹 包括吴吴吴 她不会的 她不会的 她不会做这些事情 你明白吗 但是香港那些歌星呢 蛤蛤蛤的周围去 每张桌 坐啊 什么呀 聊天啊 多谢你捧场啊 那些上海的大歌星呢 就不会的 她不会理你 知不知 她唱的是算的 她在那里打个招 莫先生 她不会跟你聊天啊 捧场啊 多谢你们来捧场啊 非常感谢你啊 这些多谢你拍掌啊 她没有这些歌 不只是哪个呢 夏丹 刘蕴 姚莉姐 潘秀琪 跟着 我看过那些 没有的 不知为什么 香港那些唱歌 尤其唱广东流行曲那些 不知为什么 她就好像美其名 要跟观众打成一片 其实我看来 有时候觉得 很低级啊 知不知 那些大哥一定要跟你 喝酒啊 大家要搭脖头影啊 想打卡的 你听我说 这个是你本身造成的 你说说大哥 上海看你大哥不厉害 比现在的大哥 是不是 对不对 你自重 大哥都敬重你 你本身不是太自重 你本身就是这样 喝酒吧 警察妹都敢 在上海 大把大哥 杜月笙的 他不会勉强你 因为你自己有格 他不敢 你自己造成这样 人每个人都是这样 首先要自己有格 你不要得罪人 不理人 但你不需要走 坐在一起喝酒 警察妹都这样 不需要 真的 你自己造成这样 你自己喜欢 人家当然跟你喜欢 人家知道你 但我不得罪你 要你 要你 告诉我 要你姐姐 你去上去 没有的 没有的 很客气的 黄金荣叫吴甘荣 吴甘荣 也不扫他 黄金荣也不敢硬来 因为他有一种格局 他是这样 他不只是个个都认仇 他没有认仇 所以他不认仇你黄金荣 黄金荣不觉得失威 你个个的应酬不骚我 他就没面子 他一问 他这个歌声是这样 他尊重你 黄金荣小姐 你知不知道 真正的大佬 不会勉强你的 你明白吗 是你自己喜欢 和别人要沉默 那没得过 这些 香港也看过 有这样的歌声 即是我没有声音出 我可以认为歌声 最重要 你的艺唱得好 你的歌唱得好 你出来 吃这些干部饭 不得失人代验 但没有人叫你要跟他沉默 马屁 去拆鞋 你自己降了一级 对不对 那你的歌怎么会唱得好 就算你唱得好 也不会有进步 就永远停留在那里 而你不行 他自己回去研究 怎样唱的 知不知道 肺育青也是这样 你看肺育青 会不会跟你应酬 你自己也知道 等于我看台湾 以前很多歌唱 对不对 向湾 人家都很厉害 知道避忌 很奇怪 香港很多广东歌声 我都认识很多 都有这些人 很过瘾 他和江湖人混在一起 他觉得很威 喂 喂 台湾都不是的 他和那些 屯伙他不一定是同的 他和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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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多是这样的 很自尽的 你知道吗 你本身的问题 你同意吗 要打成一片 大佬 不用 香港是法治的 喂 特首叫你来陪吃饭 你可不去 你没事的 某些地方我不知 台湾都不行 你知道吗 掌孝母 试试一次 给他老爸知道 刮了几巴 知道吗 所以掌孝母不敢 后来 不可以这样 知道吗 不可以此世欺人 你恶霸 你土匪 对不对 没有的 确实是不好的 总之我告诉你 总之做女人出来唱歌 拍戏也好 你自动 没人搞你 现在香港真的有恶霸 什么香港没有 其他地方我不知道 台湾都不敢 现在 有法治 所以为什么要有法治 有法治就是 你做什么官 什么大哥 我不得罪你 我不应酬你 你不要 我可以来我什么何 我叫你不来 我就不让你唱 没有这个唱 水污转 是不是 你知道吗 有这些的 有法治就是这个好处 我听不到 夏丹没试过 他去台湾唱歌 掌校母来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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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没有的 他说我没试过这样 我为什么听到到内地 他说不可以 拍台拍椅子 我不知道 但有些 就是自己投怀送谱 不要怪光门人物 所识的真正的大佬 不会这样的 你喜欢他 就是喜欢你 而你自己 黏在他 难说 你不黏在他 不会的 真的 我见得多 我不是为光门人物解释 你自己投怀送谱 那我没有理由 男人 柳下位 但问题 也不是 有很多时候 有些女人出来唱歌 不是全部 就觉得有个人 有些力挨拌 对自己有着想 喜欢黏在我的人 是自己 也不是那些人 逼你 是不是 我在60年 我见到很多人 有势力的人 不是这样 我见到那些人 自己黏在他 你明白吗 因为他有钱 有面 你喜欢 我没见过 你 不陪你唱舞 年轻人玩 真正大佬很少 很少 很少 你自己喜欢 你去香港唱歌 都唱了 多谢莫生捧唱 多谢沈大哥捧唱 多谢沈大哥捧唱 他没有必要人家坐下 和你喝酒 不用打成一片 你唱歌好就可以了 是吧 不用的 你自己喜欢 你自己喜欢喝酒 你买什么 人家叫你喝 刚刚才 没有的 静庭姐 更加没有这些东西 那次 我见到他 Elly介绍 Elly跟他拍了一幅相 那幅相 是唯一跟他合影的一幅 我传给文青 文青 文青有没有去说 文青 喂 那幅相 你可以给别人看看 是吧 那时候 之后 就没有见过 谁 Elly就是 他契仔 他说 要去奔丧 去台湾 那我想问一下莫哥仔 现在我听说 台湾不欢迎我们香港人 内地人 澳门人去旅行 除非你有公共 或者你有亲戚 否则他不批我们旅游去 是吧 不是啊 不是啊 你有亲戚都不关事的 就是你 他现在总之 开放了给日本 泰国 好像柬埔寨也有份 但是 中国和香港这部份 就好像说 他现在还在夺 审不欢迎 这些不知道 总之他还没开放 给香港或者大陆人 以这个旅游形式 去台湾 那若然 如果不是啊 我想去探亲戚 那你就去独立申请 现在大家都知道 都是他手组比较烦的 沈大哥 我想问一问有个问题 其实那时候靖庭 就是杀出了血路 唱黄梅调 其实除了他之外 有没有带动到其他歌声 都开始唱黄梅调 就是作为 很多啦 我们啊 台湾的张鹏王 张鹏王 唱得很好 张小姐 出来不输得给靖庭 张鹏王好像 她唱得非常之好 台湾你有没有听过啊 啊 张鹏王 啊啊啊啊啊 大哥啊 另外有一件事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的 因为台湾本身呢 有些人会唱的 都很多人看的 就是看那些歌仔戏的 那些歌仔戏 是用那个闻南话来唱的 那其实 会不会是一个 大家欠市场的冲击呢 你有黄梅调 又有些人唱歌仔戏 那样 那你看那个时代 那时候是这样的 我的理解呢 就是台湾流行的 在外面呢 在香港没有人懂的 在东南亚呢 都不是说 能蓋过这个黄梅调 当年落替 凌波的黄梅戏 梁沙伯业捉着英台 没得挡的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 等着大家 足本重温 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成绩订购支持